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地紧缺一直以来都是澳门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所以填海新城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 A区填海的工程就是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 但B区其实已经填完就快10年了 我们现在的规划图到现在都迟迟未出来 面对这5.8万平方米的新城B区 我们的运输公司司长罗乐文表示 稍后才会对它里面的一个规划再作研究 并且很大机会是不会再交给我们的城规会讨论 对于我们这个声称是政法区的一个区域 大家又有没有关注呢 今天和大家一起谈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都请了三位专业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谈讨一下 先介绍一下他们 在我身边这位是城规会委员澳门建筑事业商会的理事长 杰斯粉先生 杰斯先生你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都很开心请到立法议员李静怡的 静怡你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还有城规会委员和建筑师梁仲彥先生 杰斯先生你好 大家好 我们都很欢迎大家 对于我们这个政法区 发表一下你们自己的意见和我们现场嘉宾一起探讨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278-9192 或者通过营光网上面的网址 和我们澳门开港的微信Facebook 发表你们的网上建议 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澳门有什么重点的新闻 特区政府今天分别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以及澳门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非接触式智能储存电子银包小压征收服务合同 新合同在明天生效之后 已安装所需收款设备的政府部门 将可以接受公众以银元闪付卡或澳门通卡缴付小压税费 目前共有10个部门接受以闪付卡付款 随着收款设备陆续安装完成 更多的部门将可以接受以闪付卡及澳门通卡付款 为公众提供更便捷多元的缴付服务 永利澳门公布第三季业绩 净收益为5.101亿美元 按年下跌11.5% 期内经调整息税摊消折旧前盈利为1.51亿美元 按年减少7.3% 永利澳门第三季娱乐场收益为4.883亿美元 同比下跌10.9% 而在8月开幕的永利皇宫度假村 第三季娱乐场收益为1.467亿美元 中山大学校友会将于11月10日起 一连三日举办系列活动 慶祝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活动筹委会主席霍智超表示 系列活动包括有研讨会 以及孙中山先生在澳门、中山和廣州 足迟行启同仪式等等 活动筹委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大建业期望 透过活动等中山大学校友尤其是年轻一代 能够对孙中山先生及其历史有更多的了解 2016澳门购物节将于12月正式开落 今届购物节由本澳21间机构联合主办 届时将推出多项优惠折扣、离品赠送等活动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旅客 仿澳消费、优化本澳、客源结构、刺激消费需求 从而带动澳门旅游、零售液叶市场竞争力 为澳门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回到澳门香港的现场 我们现在在《运输公务司》的网页上 都可以看到我们B区的一个规划条件图 都是经过我们现场的两位承规会委员 他们手上应该都会有这份图 一会儿都可以请他们来稍微讲解一下 上面都有提到每一个地段所限的一个高度 和一个街影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由这边开始 由西至东 是由25米到145米的限高不等的 或者更加专业的东西 我们就请现场的委员和成规会委员 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先听听谢先生讲一讲 好吗? 好的,多谢 其实我想有一点大家也都明白到 成规的重要性在哪里 成规的目的 其实在我们社会来说 最重要是为我们的居民提供一个移居的城市 提高我们生活方面的质素 但是与此同时 亦都要按社会的发展 和按经济的发展 将我们澳门最重要的资源 其中一样最重要的资源 就是土地来分配 分配上来 是方便澳门建造 住宅、商业楼宇、工业、交通的书楼、道路、公园、公共设施 所以在澳门这个城市 过往这么多年的发展 成规也是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但是大家也看到 在规划方面 是的确是遇到不少的难题 澳门的情况非常之特别 如果我们看看过往这十年的发展 那个速度的确是比 世界上大部分的城市、地区或者国家 是快的 如果我们看看我们个人的收入 其实在过往这一段时间 已经是弱升到全世界首五位 甚至乎在两三年前 其实是已经达到世界上最高的三位以内 但是与此同时 因为经济发展得这么快 政府在很多方面 行政方面 社会的处理社会诉求方面 我们法律法规方面 都是追不上这个经济的发展 而其中一样遇到问题的 正正就是我们城市的规划 我知道有很多市民 其实也是对城市规划方面 也提了很多意见 那我们今晚也希望趁这个机会 每一点是听听大家的意见 也都提出我们各自的专业的意见 是的 那我们也听听一下正义 其实正义都对这个新城B区的草图 都有一些研究的 但是其实我们有这个草图 可能我不够专业了 我都未看得出来的 就是哪一道拿来做什么 我都暂时都未知的 那或者正义呢 你看了这张草图 和听了我们的司长 就解释了一个 可能以后 我们都未必问过城区会之后 我们就已经决定了 那这件事你又怎么看呢 其实它现在呢 真的相对比较简单的 它还用了一幅规划条件图 去做了整个区里面的一个分布 或者说回一点点 B区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很关注 尤其是这个位置的政策区 其实最初呢 从国家容许澳门去填海 整个填海规划当中 其实有些区域呢 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定用途的 只不过是说 都中央有一个要求了 就是说所有新城的土地 起来 或者是要用来解决澳门的居住问题 或者未来持续发展 就是它有一些指标性 但是当时呢 其实都比较明晰 B区的这个位置呢 其实它就是要来做一个政法区 再加上是有一些可能是 绿化休戏这样的一个组成 所以其实这个区呢 如果从方向上 比较早就已经明定了 就是说这个地方要来建一个政法区域 而现在政府呢 当时也都在 应该大概1112年左右 其实它已经去研究 就是这里呢 基本上就是要来建七个部门的建筑物 就是各级的法院 检察院 廉署 检察总局 就是这类型 就是可能司法系统的这一类型的部门 但是问题就是 整个新城规划上面 我们经常说 无论是城规划生效之后 还是新城规划也好 其实一直都在说 希望你有一个总体的规划 然后就还有一个分区的规划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 譬如无论是高度 密度 以至是那个用途 其实都会比较明显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新城一直以来 就进行一个新城的总规划的咨询 一零年一次 一一年一次 一五年一次 总数做了三次 问题就是不要说整个澳门的总规划 但是就新城的规划 到现在为止 其实都未能够出到一个正式的总规划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填海区域里面 分区究竟你怎样规划 其实现在都未是明显的 那形成社会 其实都会说 就算这里是方向上市民 我自己认识了 觉得是应该要起床 我觉得争议不是很大的 问题就是高度 建筑物的高度怎么样 密度如何 或者这个发展的区域 怎样去做出来 其实大家有没有什么资讯 所以变成这一次 其实即使在城规会 我们自己看报导 多个委员都批评 其实是说 太过粗疏 或者是 就是可能有些东西你未能够交代到 譬如用途 那样东西未能够交代到 那这个我相信 就是中间的一个争议 显示到 其实政府在 无论是城规法生效了 或是申请在这个规划资讯上面 到现在为止 其实他真的没有做好他的责任 去出台总规划 然后再有一个分区规划 其实城规会的成员 都比较难搞的 你每一次用一个规划条件图 问他 怎样表现一些意见 因为里面都不知道 你整体的区域 究竟规划本身是怎样的 其实是比较难搞的 嗯 是啊 其实我相信 即使都经常会面对 这样的规划条件图 那今次呢 我们的司座 就交了一份 这样的规划条件图给你们 我都想知道 即使有什么意见 就是对于 现在我们收到的这份东西 是 接回理议员 刚才提出了一些问题 其实在一个 现时 B区一个总的规划条件图里面 陈先有一些指标 数据 规划上的 基本上是有的 包括用途 高度 倍数 这方面 其实在过往我们所有的规划条件图 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模式出现的 那现在 其实较大的争议呢 我们在城规会上围绕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城市规划法要求有总体规划 城市发展策略研究 分区规划 然后才可以出规划条件图 问题就是说 当时相当多 有几位 有几位委员 就提出了 这个规划条件图 并没有按这个程序去 前两样都没有 是 但是其实 政府的角度就是说 在没有总体规划 或者是之前说过分区规划之前 是可以沿用过度条文 是直接出这个规划条件图的 这个我也是同意接受的 因为法律的确是这样写的 政府现在做这件事 是并没有违反到法律的 这个其实是 在个人的角度上来说是对的 只是说 政府在过去这么多年 对新城规划 进行了相当多的一些研究 包括进了三轮的研究 也都咨询了很多 业界或者市民的意见 在完成了第三轮的研究之后 政府其实是没有 对这个新城的规划 做出任何的结论 或者任何的途绩 起码我们不知道 给大家知识 然后再出这个 规划条件图 所以在这方面 我个人觉得 是可能欠缺了 是一步 如果政府能够 对整个新城规划 或者正是就B区 正法区这个 能够更清晰的 给到一个 讲法 是的 一个长远的愿景 或者一个详细的规划 给市民 到底 为什么要这样做 将来 建立了会是怎样的状式 现时的道路的规划 交通的规划 以至是我们只看到B区的一部分 其他未显示的部分 到底是怎样去兴建呢 这个B区 建立了之后 和其他区域之间的连接 中间的配合 甚至就说 和王朝区 现在MGM部分 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相信如果政府能够 给到更多资料给市民 我觉得大家 其实是愿意接受一件事 就是说 在政府有一个迫切性 就是写字楼 政府办公大楼 这一方面 甚至就说 B区已经是 大家都看到 曬了太阳很久了 需要 用来泊车 需要拿出来去发展的了 在条件成熟下面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整个 整个程序走完的时候 可能在未来的三至五年 大家都会见不到的 这个也是不是整个社会的好处呢 市民大众应该衡量一下 到底哪个方向 哪个方法 是能够给到市民最大的得处 然后采取最有利于澳门发展的方法 处理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关注得到 有时候在香港 如果它要规划 譬如说西九龙 或者是一个湾仔的海边长龙等等 它都会放出一堆效果图 以及讲解一下 我们这里要拿来做什么 那里要拿来做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会摆出一份这样的方案 给大家看 但是我们现在暂时 都未见到这个事情 但是罗斯 也对此有一个自己的说法 他都认为 的确 草案可能就粗疏了少少 但是我们现在 真的时间紧迫 大家都非常之希望 这个事情可以快些出来 那可能效率更加重要 那不知道 谢先生又怎么看呢 其实有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的 而我们整个澳门的社会 这些市民都一定要明白 我们过往这十年的发展 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在政府方面 当然他们也都 我见到他们也是 尽量配合地区的发展 来制定很多法律 以及行政的法规 来处理成规也好 土地也好 一连串的问题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的城规法 其实是在2013年才生效的 短短是行了几年 当然在城规法未生效之前 我们澳门也都有城市规划 但是整体来说 这个不是非常全面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 譬如新加坡 是一个规划得非常好的城市 它其实是由1960年代 是开始做规划的 而香港也是大概 在50年代、60年代 也是做规划的 澳门大家也都知道 到今时今日 不要说是城市的整体规划 根据这个城规法 在城市整体规划之前 其实澳门地区 是需要有一个发展的策略 大家也都知道 在这方面 政府是下落很多苦工 但是到今时今日 始终是未有一个 这个发展策略 是能定案的 所以也都造成 我们城市的整体规划未出 分区详细规划未出 每一块地的规划也都未出 正如刚才梁智思 也都说得非常清楚 法律制定的时候 也都是预见了 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是有一个方法 说未出那些分区的规划的时候 每一块地 正如我们现在称为 所谓清白区的 就是每一单来发展的 每一单来经行政当局 交给城规会 来给意见的 正正过往这两年多 都是侵着这个方法去做的 另外有一点 我们也一定要留意的 就是现在环球的经济 在千变万化 个别的地区其实是要很适时来作出调整 才可以为地区和为社会的发展 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我举几个例子 我们2002年开放这个赌权 也都在2012年成立了这个公屋委员会 是大力发展公屋 政府机关为了适应社会的要求 需要建大量的写字楼 这个正在规划 甚至乎最近在上个月 中蒲发展基金决定落湖 在澳门 这些全部都是跟规划有关的 因为要做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土地要规划 城市要规划 刚才我们也说过 未有整体规划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整个澳门 大家坐在那里等整体规划 出了才去发展地区呢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我亦都跟新加坡一些城规师 资深的城规师谈过这一点 他们60年代要面对的 正正就是我们澳门 现在面对的问题 地区需要发展 整体规划未出 当时的方案 亦都是今时今日 大家看到新加坡发展得很好 当时它亦都是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是发展整个城市的规划 一方面是小区的规划 甚至乎每一个地块的规划 都是同时进行的 是互相配合的 澳门面对这个情况 不是独特 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 都面对这个情况 所以我亦都觉得 政府在这方面 亦都尽了它的努力 在法律法规方面 亦都预见有这个问题 而是有一个过渡的方案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明白 是的 那我们现在都来听听 我们的市民对此 有什么看法 我们先上去 李小姐坐下 李小姐你好 我说的现在最更新的 是2015年 我们的国家已经加入了 巴黎协议 是全球气候保温 就是保持气温不要变暖 除了碳排放之外 除了你不要忘记 我的热岛效应 是沿岸 你居然你的地区 可以起到145米 大概是48 9层楼那么高 你是沿岸的 现在澳门应该这么快 你感觉到 每年的气温都是高了 现在跟着呢 还有那个 早前是一个叠石堂的 一个山脚 又是起石市森林 居然呢 就是成100米的 成30多层 那我想问一问 其实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是和国家对着干 我们和世界潮流对着干 最低的是2015年已经签了 不是说若干年前的了 2015年签了 我们现在要 有澳门一个道義 要保护生态环境 不要让我们的市民 有热岛效应 越来越热 要保护生态 现在不是阴谋论 因为澳门 大家都知道 不是官商勾结 是官商同体 官商同体 就是抛出这些方案 上一个投石民路 做开个头 那 B区有一家 145米的了 接着呢 愚人码头又可以起的了 那 你那里可以起的了 接着你旁边那些 又可以起的了 那 还有就是说 因为本王记说 碟石堂之前 不是一个消政 一个政协的 不是在说 碟石堂是建超高楼的嘛 然后全城在那里 哗然 又在那里 究竟 是不是他也成不成问题的嘛 他想在这里 打开个缺口先 然后呢 在碟石堂那里呢 接着有藉口 那 寻屋啊 京屋啊 那里建超高楼 怎麽这里不行啊 那这些就是官商同体的腐败了 是不是 都希望呢 全澳门人要擦亮眼睛 澳门政府现在和世交潮流对着干 2015年啊 我们的澳门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签了巴黎 保护气温啊 不要有 令到的气温 是全球 澳门升高的 我现在搞的 我要做什麽呢 热倒效应啊 我很希望 我们在生活中有质素 不是发展 只是少数人的利益 我们现在 大部份的市民呢 质素越来越低 当然 坐在那里的嘉宾呢 当然可能质素会越来越高 因为 我们的牺牲 来做你们的牺牲品嘛 是不是 多谢你的意见 李小姐 我们现在都要先去天气 李小姐的意思是 我们新城B区作为一个政法区 我们有没有必要起这麽高呢 那我们的 现在现存的一些政府部门 需要的那个地方 究竟有多少呢 或者我们一会儿都可以详细谈这个问题 我们先去天气 回来澳门开港的现场 继续和大家一起讨论 新城B区的一个规划的问题 刚才有一位家庭观众李小姐 她就提到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B区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起到145米 那麽高的高楼呢 那刚才呢 都在时间 就是广告时间 帮大家简单查详了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 现时呢 有68个政府部门呢 是需要靠在外面 租用一个 我们的一个办公大楼 作为他们的办公场所 那在10年的时间内 由我们的04年到14年的一个统计 其实租金都是用了40亿的 那68个部门呢 究竟需要一个 那麽高的高楼呢 或者是他们可以摆在什麽地方呢 或者我们一会儿都可以探讨一下 我们现在在线上都有一位 WeChat连线嘉宾 房地产联合商会的副会长 瓜慧林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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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次呢 就讨论一下B区的规划 那你有什麽自己的见解呢 那我就不反对政府那个 因为它不是全部是140多米 有些25米至140多米 是一个循序前进的 是的 那还有最重要呢 那最重要呢 现在澳门是最缺的 是土地 那我们和中央又要申请这麽多填海地 而 基本上 未来这五年呢 土地供应是很缺的 那尤其是现在政府大部分的 要在外面租很多写字楼 那你现在就是 它要轻重援急 当然 最好我都同意 有一个整体的城市规划 但是没有之前 其实不只是B区又出了规划 包括你就算你石牌湾 哄仔低地段 周围其实都是哪些急 它都会独立先出的 那当然啦 就是我就说 如果有整体的规划就更好 如果没有的 哪些轻重援急要做的 我就不觉得有什么好反对 还有快快吹吹吹吹 哪些建设多些政府的写字楼 不用去周围和人租 第一浪费公帑 第二呢 有自己统一的写字楼 等市民办事 不用 今天去北区 明天去南区 后面又去中区 分到分散各地 尤其是政法区 法院的庄园 还要有一个统一的地方 而至于高低就见仁见智 那因为 澳门禁决土地 有需要用的 正如你看回 你在哄仔 是TN27那里 湖畔那里 它都是160米高的 而周边那些 都是只有90米 那政府那些 它自己放松一点 那我们都是 就是都是认同的 就是 将来未必是 但是私人发展商那些 它都可以 比起这么高的 那我觉得 这些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 都是 我没人整体的福祉 整体的利益 那些 就是 没什么反对 我自己觉得 好 谢谢你的意见 关先生 那其实呢 我们大家都 都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 现在有一个25米 到145米的 一个高度限制 那大概是 正对着我们 现时的什么地方呢 或者我们看一下 梁迹斯可不可以 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25米到145米 究竟是哪些 地段的一个方向呢 如果其实 我们从那张规划条件 去寫得好 我们请寫导演 切一切那张规划条件 出来给我们大家看一下 先 在我们电脑上面 有一个规划条件图 是 其实它的高度 就会在近 旧大桥那边 一直向 观音像那边 去高的 就是 矮那边 就会 譬如我们看到1 那个部分 就是会低的 25米开始 那 好了 我们看到2的部分 就会一直高上去 因为手上 我没有那张图 所以 具体的高度 我们可以看到 1那边 高度 就是25米 好了 2那边 都是25米的 但是 斜线那部分 2那部分 就有三幅地 那就有25米 85米 和105米 嗯 就是说 三幅地 就会一直高上去 就是最里面 那个是最矮的 是的 接着外面是最高的 哦 它是由 外面 那个是25米 中间那个是105米 后面那就是85米 嗯 就是中间那幅是最高的 没错 嗯 那第三幅 是不是就是大家争议最多 一个145米 就由51米到145米的 嗯 嗯 那其实地段山这边 它正对着我们 现时的 是哪一个位置呢 最高呢就是 红色那块的 啊 这一块 是 那就是 嗯 那就是 粉红色那块就是 81米 绿色那块就是 75米 黄色那块就是 51米 是的 是的 那其实我们 梁职司或者可能 有些专业的意见给我们 那其实我们68个部门 要摘下去的话 那其实我们大概 大概 我们不敢说 是一定 大概会需要 多少的一个面积 呢 其实我都没有可能 会在这么短时间 会给到一个数字给你 但是这个政法区 就应该 就不是所有部门 都会进去的 应该是特定的一些 司法 啊 嗯 审计啊其他的部门 就会在里面 警察那些部门 会在里面的 那当然 他具体的用途 现在没有一个很清晰的 的公布 但是就说 由始至终 这个土地 都是用在一个政法区 的用途 是给政府用的 嗯 那就是说 就算我们这里 都起足了 那都不一定 可以将我们现时外面的 那些部门 都放进去的 相信会是的 嗯 因为政府其实不只是 单单在那部份 在写字楼 在出了个规划图里面 在北安有一个 在这个 近住 在哪里 近住 南桂坊 那附近也都会有一个 写字楼的 就是金莲花附近 是的 金莲花附近 那将来可能都陆续 会有一些地段 是会 轻建政府的写字楼 嗯 对于我们市民的一些质疑 那郑儀又怎么看呢 如果以刚才李小姐提到 可能澳门现在有些超高楼的问题 其实都是其中一个 没有总规划 没有分区 有些地方 就是还是白区 或者没有分区的规划 这个其中一个问题 另外其实我们在我们的 环境保护的一个策略上面 都曾经提出过澳门 是应该要将整个城市 一些严格保护的区域 就是严格功能保护区 或者是一些可以发展的区域 可以放宽些的区域 其实应该要划分的 就是这个是我们在一个 环境保护我们的一个 十年规划里面 其实是讲清楚了 澳门应该将 我们所有的城市的位置 分为三个功能区 其中一个就是 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区 其实基本上 你不可以在那里 怎样发展 你是应该要保留 譬如我想 就是保育 珍惜的是 保育三体 一些这样的位置 其实会有这个 但是奈何到现在为止 未有这个 所以就形成很多争拗了 就是有些位置 大家会觉得 我觉得应该要保 有些又觉得 我觉得应该要发展 没错 这个就是拗 但是其实 譬如现在讲到B区这个 我都会认同 其实政府 要尽快兴建一些政法区域 发展政法区域 这一方面 其实应该要做工作 但是又正正 因为这么多年来 又等新城规划的咨询 又等总体规划 等等 这个程序下不下去 其实到现在为止 B区的政法区这个目的 又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动 跟着其实现在 純粹有些混乱 一方面 政府为了回应司法系统 其实每年司法年度 我们的法院部门 我们的检查部门 都一直希望政府 可以尽快帮他们 找地方兴建 办公大楼 办公大楼 这个不单是租金问题 还是体现法院的尊严 或者一些保安需要 问题就是一直都没有做到 这件事情 现在其实有些混乱 我们都想了解一下 就是 譬如现在在中联办大楼 隔离的地块 现在就在建一个检测院的 临时办公楼 在南环湖 也有一块地 已经在兴建 应该明年 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一个刑庭 初级法院刑事庭的办公楼 其实也是找了一些地方 正在建的 究竟将来这个政法区 原来说的七个部门 三个法院的 检测院的 审计的 或者是联署的 这些 有没有变化呢 是集中办公呢 还是这些临时大楼 到时会搬进去 还是分区 再有办公楼呢 其实现在的信息 是有点混乱的 作为司长可能他说的 B区政法大楼不变 我想目的是不变的 现在里面的内涵 究竟是不是已经有变化 是分区了 因为法院部门 其实本身他们都很希望 能够集中办公 理讯部门的一个 亦都减少居民频频扑扑 走来走去的那种效果 那现在究竟是不是有变化呢 其实这个似乎 信息就不太清楚了 嗯 是啊 不知道啊 謝先生这边 会不会有多些信息 告诉我们呢 刚才那位观众 李小姐提出几点 我觉得也都值得大家 去深思熟虑的 例如他提到2015年这个巴黎公约 这个当然非常非常重要 保护我们的环境 那大家如果刚才有看 梁迹萧介绍 那三个地的不同的高度呢 其实呢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占地 其实不是算很大 而高度呢 也都是由25至145不等 如果我们跟澳门 现在旧区也好 传统区也好 来比较呢 其实那个密度 高度 都不是高的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之重要 第二点呢 也都看到呢 政府在这个规划的过程呢 是刻意保护了这个主教山的时浪的 因为我们看到呢 在西边那幅地 其实只有25米而已 而只是呢 移到去东边的时候呢 才有部分呢 是去到145米 但是社会上的那个聚焦呢 就变成了 只是看见145米 那我觉得这一点呢 25米就见不见了 是的 25米呢 视而不见 或者总之就是大家最感兴趣 究竟你最高是多高啊 但是另外一个数字 其实就是 有多少是真的占145呢 刚才大家看到了 是一个很少的红色部分 一块 有 另外有一点 也都有人提过 刚才李小姐也提过 在城规会 也都我们有同事提过 这个究竟是不是政府的试金石 试一试 145米 过不过得到啊 那在这一方面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们千万不要聚焦了145米 我们也都可以反转来说 喂 不是啊 有些是25米的 不可以说因为 其中有一点是145米 以后呢 拿出了一些地 就可以145米 我想政府不是这样想的 如果要的话 我们是看那个规划 是从技术上去分析 嗯 到底那里能不能够 起145米 起的高度 是不是能够缓足规划 和条例的 不应该用一些任意的调责去判断 那件事情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技术上是可行的 为什么我们不起145米呢 而且在法律上 有规定是OK的 是啊 在规划上 其实145米的高度 比周边的楼宇 都会是略低的 嗯 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 海边的建筑物 而周围也都 其实这个空间也是有的 其实可以略略高一点点 作为一个试点 其实也是可行的 同时我们看到现在 很大片的土地 只是建25米 相反我觉得 和国家对土地的要求 是有冲突的 嗯 国家经常都说 习弱 利用土地 土地资源这么紧缺的时候 我们只是建25米 其实我们可以建多些 45米 50米 其实也是可行的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考虑 对我们的土地 充分能够做一个利用呢 这个其实就是要分析 大家去讨论的 如果纯粹就是说 145米 不能建 我记得 其实我周围的城市 其实现在的高度 已经不止145米 其实我想问 梁迪斯 我们的立法会 和我们现在的那几间法院 都是矮矮的 大家应该都是觉得OK的 可以接受的高度 那些是大概多少米左右呢 我想法院 甚至是立法会 立法会 以及消防局的部分 那些高度 是会在25米到30米 那个区间上面 会比较矮的 是的 那我们现在都来听听家庭观众的意见 现在先上有一位 陈先生在线 陈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主持你好 我想讲讲 就是说 现在这个 规划 是在政府 的设施 那政府的设施 真的很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这个 審计署的报告 毫因年 政府在外面的租金 就是天文数字来的 那如果他业持起 那些租金呢 就会增加 因为一到期呢 业主给你加你租 那你起呢 那些人工啊 和材料 也会起的 上账 那是不是我们要拿个平衡点呢 现在你咬多高 起什么 起什么都好 你主要是说 高到145米 不是一个问题 最主要是说 它是对这个例 如果政府建个楼 你肯定有个例 如果对例呢 你就给它 你去 过了150米都没所谓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如果不是 飞机的航线 又不是有影响的发射站 又没有影响其他 就是 公共的 設施 你便给它起高 嗯 最主要是 它合例 你政府有个例的嘛 它建楼 但是呢 你要拿个平衡点 是怎样的呢 因为呢 你这些地呢 尽快建好政府去楼域呢 政府那些写字 就可以搬去那里了 那不是 我们市民 那些租金是 市民那些钱来的嘛 对不对 没错 那你 是不是越早搬去 是不是越好 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 我都不明白 你那些城规会 现在不是在私人留意 哦 如果私人留意 就说 你有借责 现在是政府的嘛 是不是 而且那些地点真的好 交通又方便 第二天有轻轨在那里 去那里又容易泊车 容易在那里 就是很多样的考虑呢 应该 你城规会所有的 个个都是专业人士 为什么他们又说 第一呢 就说 你们那个区域呢 就未来的发展呢 你要交代未来的发展 哦 好像现在这个职司 梁职司说 未来的发展是怎么发展的呢 麻烦呀 梁职司可以 在这里说一说 你心目中的未来发展 是什么发展呢 因为它已经有了 每一个 组织那里 已经有了 起跌高 起跌高 已经有了 规矩在那里 你还要说 以后 以后 很多事情会发生的 好 谢谢你的意见 因为我们还有下一位 家庭观众在等 陈生认为 合法合理 政府设施 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下一位 林先生在线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刚才是杰先生说 新加坡的规则也很好 因为新加坡没有贪污 香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规则也很好 因为香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解决了贪污问题 那我们现在 看看回头再看 香港回归之后 多少规划都出了问题 为什么呢 你看看很简单一件事的例子 那个政务师都是在坐牢 其他人就不要说 我们就不要去揣测 被人打滚 被揣测 为什么我们市民要揣测呢 很简单 因为呢 引用香港一个电视广告 只能说 说些不说些 一物意欲就揣他门 那句话就是最经典 为什么呢 现在政府就是什么都不能说 不要提 不要问 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市民不清楚内情 我们只能够揣测 不揣测 我们做什么呢 福尔摩斯探案都是靠谷的 那个犯人不是自己举牌 申报自己犯了案 是在福尔摩斯推理推出来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用推理的方法 凡事呢 我们刚才那个职司说得很对的 因为25米太矮的 可不可以放高一点呢 如果那140多米 你如果觉得是高的 我就可以降低一点 因为你不是一个部门用完 我估计145米的大流 不是一个部门用完 肯定是很多部门用的 那你既然有很多部门用的 就不一定 一定要起到145米 譬如一个部门用的 如果不够45米 它不够用的 那没办法 那一定是从一栋楼里面 那你既然有很多部门共用的 那些求了的 25米就放高一点 就直接说 45米 50米 可以接受 那如果其他升高了 其他不可以降低 这么简单 还有第二件事 就是说 为什么市民不担心 担心就是说 要成为一个案例 如果说 将来 如果政府公告 如果公布天下 说 这个纯粹是特殊情况 是被政府扭用的 其他所有地块 披连地块 不可以以此为案例 那我其实都 没什么所谓 但现在最主要的就是 没有这个表态 我问那个法律界 因为工程我不熟 法律界我就很熟 我问那个法律界的老行专 我就问他 我问他 为什么这些法律 写得这么粗疏 有些生门 因为他是浦国人 我只能用他的原话 就是说 写得这么粗疏 为什么呢 写得粗疏 I bought this this free 就是说有龙妖出 是不是 我不知道 邪先生 有个文字 叫包 应该不懂 他懂文字 精髓就是说 写得粗疏 才有龙妖出 他写得很精细 就没有龙妖出 所以现在这个 乘规为什么不给 一个清楚的布局 给他看呢 因为他要 成为一个案例 然后引伸其他留意 都可以比他更高 谢谢你的意见 林先生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都到了广告时间 我们一会儿都可以 请现场嘉宾回应一下 你的问题 那我们去一下广告先 好 回来澳门开港的现场 我们都看看几位 嘉宾有什么想和我们 刚才的几位家庭观众 回应一下先 刚才陈先生都提到 既然政府设施需要 越慈起越浪费 如果在一个合法 合理的情况下 他认为这个高度 是没有问题 林先生就是说 政府可能透明度 是不足 所以导致市民容易 揣测 他认为 可能我们有一些高度的平衡 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看看现场几位嘉宾 有什么特别想回应 我们先听听梁继思 有什么想说 其实刚才几位观众 都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会担心将来 因为起了这个高的 其他都会借势去高 或者有些存测 其实城市规划的重要 就是说可以 是预先制定了规划 讨计 告诉市民和社会 到底将来的发展是如何 其实最重要的是 城市规划法里面 一个是市民的参与 一个就是说 能够预先给市民 知道未来的城市发展 的情况 因此 城市规划 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避免到 大家会担心的问题 将来这里会高了 这里会又如何去发展 那么 现在这个B区 若果能够公布更多的资讯 包括 另外一边的B区 CD区周边的规划 大家都会非常放心去发展 同时 一件事先说 就是说 政府楼可以建高些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我这个绝对不同意的 法律对私人和政府 其实是一样的 城市规划法里面 是绝对无分政府或者私人的 其实 栋楼可以建多高 应该是根据法律去制定 以及规划的因素去制定的 无论是政府或私人 其实都应该按照这个原则去执行 是的 那我们也听听一下 谢先生方面有什么要看呢 他刚才也很想展示一下 新加坡海岸的一些照片 给我们看的 现在网上我也找到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私生人面像 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个新加坡的地标 周围都是我们大家 如果去过新加坡 都会知道 是他们的一个 怎么说呢 金融CBD的一个中心区 那我们听听一下 谢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 现在大家其实在银幕上面 是看到新加坡 就是刚才李主持所说的 所谓CBD 即是商业区 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澳门 就只是集中谈一点 究竟楼宇的高度是多少 但是其实在技术方面 如果我们是要建立同样的一个建筑面积 那个高度是略略放高的话 那座大厦佔整个地区的百分比 其实是小了 亦都留了一些空间 给我们做一些优点区 其实这个在规划方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 正正我们现在看到 在这个B区 今次政府所拿出来的几个地区 是由矮到高 亦都中间 是有一些地区 有一些优点 有一些公共的地区 亦都留了一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讨论 究竟这个规划是合适与不合适的时间 亦都要考虑 那个空间的布局是怎样 空间越多 我们市民可以享受的 亦都是更多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亦都要考虑 是的 那正乙方面 有没有特别想和我们 选择一下的地方 或者回应刚才我们的 家庭观众的质疑 其实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 我们政府好像是 常常说一些不说一些 令大家一头没水之余 又不得不去揣测 他们究竟在想的是什么 其实从市民的角度 如果政府的资讯 讲得不够清楚 肯定就会引起很多的质疑 或者觉得不信任的地方 我想从B区这个 今次是 你说从法律上 正如刚才梁先生所说的 其实他真的法律上 又说了一些过度规定 整个性规法都会说了 你在没有一个分区规划之前 其实按原来 我发出规划条件图 必须要听取委员会的意见 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去做 其实你说法律上 他又正在行的 一个程序 只不过是说 当大家都会觉得 你现在B区有紧急发展 或者是有一些程序 你都合法的之余 不代表你在一个成规上面 不应该做好的工作 因为其实成规 成规发生了三年 时间长还是短 我不懂得判断 问题就是说 他现在其实连总规的啟动 其实应该都没做的 因为讲到明就是说 他之前要做了一个澳门城市发展策略 就是他要完成了这个 应该是之前交代 是今年下半年要完成的了 完成了 其实才可以再启动一个总规 总规其实都有一段时间要做 才可以再分出来 其实大家就会有一些疑问 你究竟 甚至乎成规会的委员 你从一个什么角度去判断 这个规划条件图 他那个发出是否合理呢 他的高度各样是否合理呢 其实我相信各方在这里都很难去咬 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B区的紧急性 或者是怎么样积极去做 我也都贊成 但是不代表说 他在整个城市规划的工作上面 他已经是交好了功课 其实他真的是一段 比较长的时间 还没做好这个 总规划的一个做法出来 包括不要说整个澳门总规划这么复杂了 新城的咨询员到现在 其实他又没做到一个 比较大的蓝图给我们看到 大家就会觉得高矮 你的感官就是说高矮 但是我没有什么画面 其实在大家的心目中 现在就是刚才那个规划条件图里面 那些颜色图 其实大家没有什么画面 你看看 有些后果图 多高 其实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画面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疑问 就纯粹从一个高度的角度 说百多米很高 其实现在又说回 他们对面对着那些酒店 其实都差不多在这个高度 150多 其实大家没有一个概念 或者觉得你不是在一个规划之下去做的时候 就会比较多疑问 可能我们政府就会给一个 刚才谢先生展示的那张 我们的一个效果图 给大家看看美不美 可能才更加有一个发言的空间 我们都来听听市民其他的意见 我们先上一位冯先生 冯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是传媒听到 罗立文说 日后又不拿上来成规会那里 不知道是讨论还是審议 那他可以不拿上去 或者就这样自己搞定了 通过 可以不可以的呢 你们成规会有没有一个 法规 可以规管他不可以这样做的呢 就是我传媒听到他这样说 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为什么斯文 那么担心 土地的使用 因为欧案的影响很大 所以你们呢 政府公布的那些资讯 透明度低 我们市民呢 就实会是这样想的 说你官商勾结的 利益输送的 因为说一句 现在欧盟网那件事 现在还在影响着的 就是还未曾埋到尾的 假裁不久又做了一件 又好像有关女士那样的 现在很多问题 什么换地啊 地债啊 他会不会不清不楚 会有些地来 还给人所谓地债啊 他呀 吹头手说八万 还欠八万多米啊 那些地比 还欠地债啊 那因为你政府 不能透明啊 问些就答些 不问就不答 追你呢 就逗一些出来 那你怎样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啊 对不对 所以市民就会质疑你了 你不一定在这座 遇到那些楼子 还可以的 还有很多交通配套的嘛 你一定要 摊开了给市民 知道了 很公平 很公正 是真的做这件事的 这样 市民是不会 质疑你啊 说真句外 质疑你啊 很多市民质疑你啊 谢谢你的意见 冯先生 冯先生都有问我们 城规会究竟有没有权力 可以呢 就要求我们的条件图 一定可以审议呢 最后一位黄小姐 在线又听完她的意见 林小姐好 南一边好 这个B区 原来说是建政府办公楼嘛 怎么现在规划 规划又在变动 又没有消息 其实政府的透明度很低啊 又有八万八千要还地 确实市民都在议论这个问题 你新海的田田海区 都是建公屋金屋的嘛 都是有计划 有有灭的嘛 怎么又又又 又没有规划的问题 我今天想表扬一下 我们特区那个 崔世安特区首长 今天我看新闻 有记者问他的时候 他这次的肯定性是很高的 就是说有一块土地 就是建公屋 那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房屋不是什么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时间问题 可能不能天天说完 那我们最后再有一些时间 可能每一位就简单总结一句两句 好吗 謝先生不好意思 其实呢 有两点我想提一提 第一 在《承规法》里面 是写得很清楚的 私人的规划条件图 是一定要在承规会那里 有一个整体的意见 交给行政当局的 但是呢 我们承规会的主席 也都说得非常清楚 公共的项目呢 是不需要一定 承规会呢 有一个整体的意见 交给行政当局的 所以究竟罗司长 会不会将这个B区 再拿回上来呢 这个完全是政府方面 它有这个权力的 那刚才观众也有提过 勾案 那些勾案呢 其实的确对澳门影响深远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反效果 这个反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澳门行政当局 因为非常担心 被社会批评 他官商勾结 甚至乎有人说是 这个政府和商界是联体 就是正正因为政府 是担心这一点 是造成我们澳门 不论在规划方面 或者甚至乎 任何的整体规划方面 都是出现了一个拖延的问题 所以大家也都要 在两者之间 要作出一个平衡 这个对澳门日来 日后的发展 非常非常之重要 嗯 是啊 多谢今天三位嘉宾 不好意思 可能时间不够了 当然这个问题 大家都非常之关注 我们在网上 都会有继续讨论 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明天澳门开港 会和大家 讨论一个开放的话题 明天澳门开港再见 拜拜